睡前一則民俗志 大家好 我是錯別字 現在是兔年來了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是屬兔的呢 聽到這裡很多人就第一個反應就是 小心要安太歲 因為犯太歲 但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這個年份對應到一個生肖 應該是紅兔大展之時啊 怎麼會犯太歲叫我小心這一年 可能有車關 可能有口舌 凡事要不要跟別人起衝突 其實這過程當中有一點小小的誤會 那麼這一次呢 我們起來的是龜馬山真慶宮的總幹事 來跟我們聊一聊 龜馬山第七階的總幹事 戰六十 在這裡跟大家拜一個假年 現在在我們旁邊的這一尊呢 皮石大將軍就是我們今年兔年的執心官 你可以這麼樣去形容他 不過大家就很好奇 為什麼屬兔的遇到兔年 反而是搗蛋 這過程是不是有點誤會 你好的 壞的 他都會幫你照顧 因為他是像兔年的收穫時 泰水料得壞的 壞的怎麼不是這樣 你好的 行善基德 他會繼續幫你保育 讓你經過更好 壞的人就是說你要在面前參與 他說我做什麼壞的事情做不到還是怎樣 行困的給他救 他會讓你一路很順利 所以不然大家說要來安泰水是這個原因 關什麼關 草關 水關什麼關 都希望我們的泰水性軍可以給我們併 總天給我們併 給我們保育 因為是我們的收穫時 大家安泰水的原理是這樣 其實就很像說我們當兵 這個連長當時行官 或者是他今年這個連長是屬於當頭的 那自己的連就會特別的照顧 你做錯呢 我至少要殺雞儆猴 讓人家看 所以就特別嚴格 但你做好呢 你表現好呢 當然自家好處已經先給你 所以屬兔的不是說在兔年就真的倒大沒了 好不好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相討的 應該是說你在這年裡面 你要比百人家更好 做比百人家更乖 這次比百人家更多是這個意思 所以讓我們的收穫時有民主 在我們採訪的這一天 這個執心帶還是掛在上面這位神明身上 因為還沒過完兔年嘛 到了過完兔年之後呢 這個執心帶就會從上而下 由這個皮石大將軍背起來了 所以聽完這個整個過程 你是不是覺得說 其實不是屬兔 犯太歲就會很衰衰一年 不是這樣子的 其實是屬兔要安分守己 如果你表現得好 你夠努力 在兔年發大財升官的人其實更多 那如果你真的會擔心的話呢 那就來安安太歲 至少讓這個皮石大將軍 知道你這個人很努力 犯了錯呢 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也就沒這麼的害怕了 好啦 我是錯鼻子 我是賴政凱 我喜歡鬼話連篇 但我不胡說八道 也祝大家兔年發大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加通的細菌 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銀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你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